美市看到恒指来说还是偏远 始终周末前似乎大家的气氛都比较神神一点 这一节我们再和Patrick谈谈其他股份 找一些抗跌力比较强的股份出来谈谈 谈谈电信股 为什么说它们抗跌力强呢 因为由我估事件去年年底开始发烤 到现在真的进入战火的局面 我们都看到投资市场已经波动 不过三大中资电信股 还有就是七至一成的升幅 本地电信股表现没那么厉害 不过也是有得升的 本地电信股这个时候是否真的值得买进去呢 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追回落后的空间呢 Patrick 怎么看呢 我只是觉得来说 其实你见近期出业绩 本地的电信公司就不算太突出的 我想其实近期的主调就是 股值来说最好就不太高 而息率方面来说都有这么少回报 所以为什么中资电信股升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它那个基本上的息率方面来说 大概都有六厘或者六厘多一点点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支撑着股价 其实中资电信股来说 比如你见中移动 都不是说有很大的升幅的 就是说盈利了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来说 你回到香港那边的电信股呢 其实都是很累近的 因为你见香港这些电信公司出的业绩 普遍都是一些单位数字的增长 甚至少少微跌的 但是它们的派息方面 持续都是增长的 现在普遍的息率来说 大概都是六厘或者七厘流上 所以变成来说 其实就是股息方面来说 支持着这些股价是做好的 刚才Patrick也提到 本地电信股和内地中资电信股的情况 都好像增长相对是慢一点 甚至是有时候会是没有增长的情况都有 但是那个派息就是比较稳定 以及叫做慷慨一点 如果真的将中资和本地的电信股 拆开来比拼的话 你有没有说偏好哪一边多一点呢 会是呢 我想其实有少少不同 因为如果你是中资电信股来说 譬如你941 其实有时候来说 都是在行指承训股 所以变成有时候会受市场方面来说 波动的时候都会有些影响 反而本地的电信股 它本身就不在那些指数承训股里面 所以其实你见到那些股价 相对上就比较稳定一些 真正正正来说 就是在收息方面来说 行那个的波动性就不用太高 所以如果真的是收息来说 我觉得本地的电信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但是你买的时候也要留意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 纯粹是基于股息率吸引而去买 所以变成如果你买的时候 你发觉那个股息率 只剩下6厘附近 或者可能6厘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股价见到近期的高位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买股息的朋友 其实那个要求 差不多那个息率 都要有6厘多至近7厘 他们才有兴趣 所以如果当那个息率来说 因为股价升 而那个息率下来 只剩下6厘附近 或者甚至不够6厘 其实开始再推上 那动力就不够了